欢乐之城,窦镜彤这次演出,真的让王妃光目相看,怎么自己可以有这么一个棒的女儿呢?王妃也是高兴得不得了,站都站不住了,一个劲得哈哈大笑,何久拦都拦不住,王妃也是让观众们笑得不行啊,母亲在女儿面前就是这么的真实,这份亲情谁也不会演的,可见两人的关系真的很好。 但是李嫣,作为王妃的第二个女儿,虽然和窦镜彤不算是亲姐妹,但是李嫣也来了,可见姐妹的关系也非常好啊,不过李嫣这衣服却很小心机啊,一出场就成了全场的焦点。 这是裤子忘记,穿了了吗?李嫣的大长腿,完全继承了王妃的优点啊。 不过,李嫣即使这样出来了,作为母亲的王妃肯定也发现了,王妃一下隔着斗镜头,用手摸摸李嫣的头。 这一摸不得了,李嫣的帽子歪了,发型乱了,看看李嫣的表情,嘎嘎极了。 但王妃却笑开了花,王妃松开李嫣的那一刻,李嫣第一时间,就是整理帽子和头发,李嫣爱美是出了名的。 王妃这一招,让李嫣吓得不轻,慌了神,还好喝酒即使就成。 你们喜欢这对母女吗?三人关系的真的好得没话说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